OpenAI在去年底推出了聊天機器人Chap GPT 两个月活跃用户就破译 面对外界对AI有越来越多的疑虑 加速控管的呼声也因此高涨 美国国会如今终于迈开了计划立法监管AI的第一步 美国国会正在就监管AI寻求共识 OpenAI的执行长阿特曼也在当地时间16号首次参与国会听证 当多名国会成员提出AI可能会冲击选举的担忧 阿特曼也承认他对于AI模型可以操纵 说服或制造虚假互动讯息感到相当担忧 除了选举之外国会成员也针对AI技术 过度集中于少数大企业之手 提出担忧 此外AI机器人在未来将如何冲击智慧财产权权 以及就业问题 也是听证会相当关注的焦点 而阿特曼面对这些问题 都是以希望政府尽快与产业界合作 并加强相关规范作为回应 阿特曼在听证会上建议美国政府要考虑三项计划 包括成立一个新的机构来核准AI模型 建立一套安全的准则规范以及要求独立专家和学者对AI模型进行审核 然而当科技界也甩手将控管AI的责任丢给政府单位 未来是否能有效缓解AI对人类社会的冲击 已经引起正反讨论 环宇新闻邱婷 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